那麼同樣在今天進行空投物資的花蓮秀林鄉 也因為花蓮泰魯閣地區和中橫公路 連外道路崩塌阻斷了交通 那麼搶通的日期也還沒有辦法確定 那目前仍有50位的居民受困 形成了孤島 那花蓮縣府也派遣了直升機進行物資空投 早上他們有空投 所以東西有到就對了 有空投米跟泡麵很多 那這樣子大概可以撐多久 其實我們自己颱風前 我們是有準備一些啦 那只是說 它這次米跟泡麵來講的話 是有可以比較後面後續的話 就是因為我們是先用發電機嘛 那發電機的話 有如果沒有的話 撐不下去的話 可能冰箱的肉也就可能也 空中情務總隊今天緊急出動兩趟直升機 空投超過720公斤的物資到西寶國小 還有洛韶地區來解災民的燃眉之急 那泰管處也表示了目前天翔以上路段到荷歡山區 仍然處於停電 停化還有交通中斷的情況 那公路單位也已經展開災情巡查 還有搶修的工作 讓我們看到底下潢到 salah 我們在參架中 opened